第一天 參加慈青營的學員們 拉著行李一臉茫然 不懂為何而來 看著台上慈青們演出自己的心境 才忍不住笑了出來 菲律賓慈青營今年已經是第十八屆 三天兩夜的活動 沒有父母也沒有庸人在旁照顧 一切都得靠自己打理生活起居 學的不只是這些 什麼是慈濟 打步對佛教只有誦經拜佛的刻板印象 聽著台上也曾是慈青的志工們 所做的事情感到驚訝 他們能夠改變一個人 改變一個家 甚至是一個城市 不同於第一天的迷茫 年輕的心有了活力 在環保站看到如何畫腐朽為神奇 見證到有心就有力 除了學習和俗俗佛藝 你也要學習跟別人合作 學習關於環境 讓你身處理人 第三天要告別時 人人都穿起了慈青智服 他們有了共同的方向 要讓自己的青春不留白 大愛新聞羅約翰 周維安 菲律賓報導